从2015赛季开始,科尔的小球战术就让勇士成为了联盟最炙手可热的球队,一时间其余29支球队都无法破解,到2018赛季,勇士一直都在升级,他们的王朝正在统治着联盟,勇士的小球打法之所以无解,库里就是这一战术的绝对核心,他以一手精准的三分和突破运球能力,让对手在三分线外不得不延绑死守,可是谁又能限制住他们? 那么,如今的库里俨然已经是联盟的超级巨星,他也成了巨星经常评论的对象,在他们眼中库里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名球员,我们来看看这些巨星的评价,无人名宿魔术师约翰逊是NBA80年代最伟大的球员,在那个时代他见证过篮球之神迈克尔条丹的辉煌统治力,当他被要求来评价当今最炙手可热的库里时,他说道,库里有可能成为我们见过的最伟大的球员, 如果他能在未来四到五年内连续打出这样的表现,那就是他了 然而,库里本赛季依然无解,在复出后的这几场比赛里,库里继续用爆炸的得分手段统治着比赛,科比伴随着我们80后,90后的青春,20年的辉煌职业生涯,让他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在科比正值巅峰的时候,库里才刚进联盟,两人总共交手15次,科比就剩6负明显占优,不过科比对库里的评价非常高 退役后被问及谁是联盟最难防的球员时,科比回答道,库里,毫无疑问 他就像是把游戏为得再评价库里时表示,他就像是从游戏里面出来的一样,这有可能是众多球员共同的新生 三万分先生莫维斯基,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,当库里连续两场比赛,射近10个3分时,诺天王如是评价,连续两场10个3分,再打游戏吗? 交手最多的恐怕要数詹姆斯了,进总决赛两人就交手了18次 库里11胜在老毡头上拿到了两枚总冠军奖杯,一方面是詹姆斯运气不好 在2015年总决赛上了勒布恩文直接占据劣势地位 大了2016赛季詹姆斯所带的骑士在3比1的情况下决定逆转,复仇成功 大了1期赛季,詹姆斯所带的骑士再度与勇士相遇,这一次骑士再次溃败 整个系列代仅仅艰难的赢下了两场 对库里的评价詹姆斯也毫不吝惜自己的赞扬之词 他简直是不可思议,在篮球历史上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库里的统治继续 或许我们正在见证新一个传奇